今天蘇聯委員講得非常的客氣 可是這種傳言其實在黨內已經非常多了 這個東西也是同樣我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親自把我的建議書交給了近年上將 請他轉給黨中央的 就是黨內這一種換票的問題太嚴重了 而且已經行之多年 就從今天的新聞稿裡面 我們主辦單位所提供的 包括在中央委員選舉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60聯盟 還有其他的小小的聯盟 這個只要你參加60聯盟以後 你就可以固定得到550票到600票 那麼只要超過414票的門檻 就可以當選了 所以換言之你要選上中央委員 可是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你們能夠參加這些換票聯盟 那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換票聯盟裡面 其實是湊不可聞的 其實是完全為了某些人的利益所考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樣一些人 整個家族裡面 有兩個人可以記住中央委員 而且高票可以當選 現在問題並沒有消失更嚴重了 中常委選舉要到了 現在多出一個叫做一四聯盟 各位只要你參加一四聯盟 你可以得到的票就是500票到560票 你就有機會當選 那我就要請問一下 假如對一些年輕沒有背景 沒有資金沒有權勢的這些年輕人 他如何能夠選上中常委 中常委原來靠這種換票聯盟選上 請問一下革命黨 這種政黨還有新選能夠進來嗎 今天中央委員一群們 包括數人委員 他們提出了要提出抓仔大隊 希望黨中央面對這個事情 各位 黨中央不知道嗎 黨中央當然知道 黨中央的某些人可能還是 共業集團的一部分 今天我非常欣賞 少少董事長所講的 今天的秘書長 今天的考紀委主席 你們在做什麼 60聯盟已經鬧了那麼久了 我們看到有查過嗎 黨都要這樣子對壞下去嗎 伊斯聯盟現在還在那邊拉票 各位 社員委員建議的抓仔大隊 其實他就是希望黨內 能夠扮演一個防骨劇的角色 黨一定要是公平公正的選舉 這個黨的中央委員跟中常委 才能夠真正扮演為民喉舌的角色 但是我認為 這還是不夠的 我建議的黨中央 早就該讓中常委 直接由黨員直選 完全跳過黨代表這個東西 現在我們的黨主席都是直選了 中常委是黨內最重要的核心機關 所以我認為只要中常委 能夠投入黨員的直選 當然可以避免所有的一些問題 所以中常委直選 這是我在參選黨主席 以及我在去年 向黨中央的建言 就是為了避免中央委員選舉 還有中常委選舉 他所產生的弊端 中國國民黨要 必須要做的 可是很遺憾的 本黨對這些事情 仍舊是從耳不聞 還在任行 60聯盟 14聯盟的換票集團 繼續的猖狂 囂張下去 這樣子選出來的中常委 可能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跟幾年的中常委 可能是完全一樣的